又回到辛亥百年華滄桑第三節 一開始先買廣告 我突然看到後面有一張海報 玉敏洞篤篤之尋走不該的故事 人民力量對道德高地 日期在10月22日 星期六 尖沙咀華茂戲院 八點鐘到十點半 尖沙咀華茂戲院 每張票是280元 數量有限 因為座位有限 現在買完了嗎? 賺了一點點 賺了一點點 大家有時間幫忙一下 我猜這些都是我們人民力量的競選金幣 不知道 你看完這齣戲都幫助人民力量少許 支持人民力量清體戲 對 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 也說了共產黨的發展和抗日 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沒有抗戰 他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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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毛澤東有兩個研究 第一個研究是德國一個軍事家 集合大兵力去殲滅一個小兵力 這是他的研究 第二個研究是走向農村 是 農村包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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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軍就向東發展 所謂的平營關之後 就向東發展 全面發展 當時華北基本上都是被入軍佔領的 入軍當時的部隊其實只有十二萬 十幾萬個部隊其實入軍來說都是佔領大城市 在農村上基本上都是一些治安警察 而百路軍那三萬人就入到農村一路去抗戰 這個抗戰很大 他的發展是整個發展 他由1937年開始到38年到39年 他的發展很有趣 1937年 八路軍的總兵力是三萬 民國三十七年 不,193,對不起 民國三十七年 他們發展到十五萬 1948年了 不,不,不 民國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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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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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1945年抗戰勝率只有二百萬國 發展到 說回1939年 1939年發展到二十七萬 1940年發展到 到底政經打八團大戰 他足足四十萬部隊 應該這麼說 1938年之後 日本仔打完武漢保衛戰之後 覺得軍事力量已經不足以對中國有什麼威脅 他採取一些政治上的分化 剛才 譬如王政偉建立這個偽政府 那就是 蔣介石看到這一點 蔣介石看到這一點 蔣介石看到之後 當時他覺得 他覺得日本不足為患 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 就是要對付這個 中共 這一點呢 有些人說到 當時蔣介石跟中國 八路軍打起來 那基本上 嚴格上 就不是八中國軍打八路軍 是八路軍斜袋 要八路軍殲滅中國國軍 大隊怎樣殲滅 當時朱德呢 其實是他的身份 第一戰區 嚴石三的總司令 副指揮官 是朱德 當時的編制是這樣的 就是在山西 山西地區 那下面的國軍部隊 韋立王這個國軍 中央軍 都要聽朱德說 因為都是他的第一戰區下面 而當時就專門把小部分的國軍 調到旁邊 要聽我說 然後呢 就把他包圍殲滅 不是包圍殲滅 不是包圍殲滅 就是麻煩 全部進來 而當時八路軍 全部都是戴上國軍的服裝 即是換了 不是粒星 是國軍 其實大家分不分 是編制上的 而八路軍 一直說自己 第八路軍 十八層龍軍 基本上呢 他是沒有把軍隊的數量 和編制成正比 他一直堅持 兩個軍是超過這麼多個C的 是啊 他不斷發展 當時中共的發展 基本上他有三點 當時他開了幾個 我開了委員會 第一 黨的建設 第二 軍的建設 第三 政的建設 而最重要的是 他強調軍隊要裝備 他怎樣裝備 那些八路軍 其實很像游擊隊一樣 第一 發展敵侯 在敵侯區裏面 就是壯大 第二 只准打游擊戰 簡單來說 就不同 入軍是打正面戰的 是 他派了命令 第三 就要教育 什麼叫教育呢 第一 黨治軍 當時在發展的時候 他已經很強調這件事 延安由朱德一路開始 現在是朱德 我們看到朱德 原來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不識字 他說 如果你做年以上的幹部 要起碼懂2000字 寫簡單文章 第二 就強調 有思想 因為很多兵 收取農民 經關軍 要教導他們 思想灌輸 思想灌輸思想 整個抗戰 他們是不斷的教育 不斷的教育軍隊 不斷意外 意外 教育 我先講一些背景 在抗日時候 中國共產黨的部隊 主要是分開兩個大的系統 或者兩個部隊 這個就是 剛才所講的 以朱德彭德懷為首 所謂百勞軍 另一支 就是以葉廷為首 所謂新四軍 百勞軍 就在河北那個地方 就是淪陷區裏面 就是做游擊戰 並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發展這個敵後的 所謂是黨支部 另一個 新四軍 就是在安徽地方 發展它的地盤 所以當時來說 中國共產黨 有大概三萬多四萬的部隊 就是這樣安排在抗日的陣營裏面 所以 你面對著這個形勢 其實當時中國共產黨 主力 雖然口號說要抗日 但是它的主力 還是抗展它在敵後裏面的黨支部 從而撞打他們的部隊 所以當時都被人家說 就是百勞軍是猶疑不擊 沒錯 專門打國軍 就是不打日軍 所以就是 亦都令到 有些共產黨覺得 這條氣不順 就是他們說 不是完全打的 但是就是我游擊 你看不到而已 那我雖然專門打國軍我也是 但是你不要說我不打日軍 所以澎湃是第一 不受了軍事委員會的指揮 於是軍事委員會 最後也不再出糧給他 老實說 當時不再出糧 1939年 已經不再出軍 給他 發覺你第一 走到敵後又不是打仗 你說打一條激戰 究竟有沒有打過 沒有仗打過 有沒有簽名日本人 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一尾自己就把地盤 因為日本人本身去佔領 都是都市 城市 鄉陣 那些鄉官 而日本亦都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三個年他要去檢討 正義檢討之後 就打完徐州 他發覺一件事就是什麼 一件事就是華北區有游擊隊 而這些游擊隊 他們管不了 這些區埔領道 他這時候就要做一個 縮清 縮清治安 他叫做 那縮清治安是什麼呢 他就期望 能夠將日本的軍力 向農村發展 那他怎樣發展呢 他就三大元 第一就是以鐵路為處 那就是 因為入軍是沿鐵路去的 建鐵路 以鐵路為處 第二 以公路為之 就是建立公路 那第三呢 就建立碉堡 還有那個叫做 據點 那個叫做 籌龍政策 沒錯 籌龍政策 你就期望這個籌龍政策 去困住這些游擊隊 都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他真的做了不少鐵路 鐵路 鐵路建立了 在三九年洲 開始碰到 入軍的 這個宿稱政策 而這個宿稱政策 令到他本來 本來在 本身共產黨 也有一個統治區 叫做 進粉拆統治區 是嗎 很有趣的 名字 本來有77個縣 結果 被入軍這樣之後 建設 步步進擊 於是只剩下幾個山區小鎮 就是 逼到退走 於是退了之後 所以八團大戰 其實共產黨本來不想打 最後就局打 但是 為什麼要局打 因為籌龍政策 令到他覺得 我不打不行 因為你困住了我 我沒有機會再走 不過 八團大戰 局打 他打 他也是一個原則 他只是拆鐵路 他強調 拆了日本人的鐵路 日本人就沒有鐵路 運到兵來了 沒有運輸 主要拆就是拆靜泰鐵路 這個是八團大戰的中心 亦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八路軍的發展 幾十萬部隊 但面對日本也不少 也有十幾萬部隊 還加上一些偽軍 有十萬偽軍 在這個階段上 其實 如果 我想 彭德維 彭德維 如果朱德在這裡 總指揮 我想打不成 也不是 因為朱德和彭德維 和左拳 三個人簽名 打這場戰 但問題 就是朱德 去了 回延安 是 1940年的時候 回延安部隊 即是7月回延安 這個是彭德維 這個是彭德維 彭德維 代表朱德領軍 接著 八月就打 其實當時來講 中共中央軍委會 知不知 他們曾經報告給中共中央軍委 就說我們想打這場 但是 中共中央軍委會 就覺得 聽毛澤東的指示 我們是打 油擊戰 油擊戰 大佬 不要打正面戰 不要打正規戰 你傻的 他就流中不發 那 就要他們 回覆他們 說你們先部署 部署 也沒有說拒絕他們 那 彭德維覺得 我聽到你說 陰加親愛 被人打死了 那就不聽他說 所以 在他 中共中央軍委會 決定 給他做了十天 就是十天之後 他才說 我同意打 但十天 在他八月時 我已經在打 所以這場仗 他是由 朱德 和彭德維 和左拳 這三個人 就去簽紙 打這個仗 簽紙回來 其實就是 他當時要求 有二十二個團 一團 不是師團 是二十二個團 就可以打這個仗 結果他召集了三個師姐 一拍桌 然後 一百零 七個 六個團 團隊 都不少人 那麼 於是 於是把八路軍 那個家蕩都搬出來 但是開了 八月開了波之後 彭德維至延安回來 回到去 不是 朱德維回到來 那你已經在打 那就 拘籤了 拘籤 拘籤 其實是哪一年打的呢 八團大戰 一九四年 八月二十二 那就是 都 都 都是 差不多有 中國的抗戰 差不多打了八 都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其實當時 打的時候 他是夜襲鐵路的 嚴格說 鐵路當時 日本也有些駐兵的 坦白說 其實兵力就不多 一夜 他所謂 打 一去到 就 又見兵就打 然後就拆鐵路 有幾條就是 拆爛鐵路 然後拆爛水塔 拆爛柱 電燈光 全部都拆爛 其實八團大戰 純粹是搞破壞 還有日本人也都 不預計 你真是打我的 因為他都知道 八路軍 不是打正面戰的 你一向都是打游擊的 你無緣無故做整個團 和我打才行 這裏是八路軍 這裏是打贏了 這裏是打贏了 這裏是首持 如果我正式圖片看見 那裏是青天白日旗 這班人都中 他要拿這些 他要編制 所以他們仍然是持著 青天白日旗 後面那裏是刁捕 入軍見的刁捕 那個囚龍政策裡面 其中是刁捕 所以 這一場仗 都是半被迫 被人說他不打仗 八路軍只懂得 扯國軍後腿 都受到輿論的壓力 覺得他 我們都要打一場仗 給人看 所以就趁著這個 這個囚龍政策 就在日本仔包圍之下 他們就 剛才是馬兄說的 都做戲 都做一場給你看 塗鐵路 我都要塗給你看 那現在的問題 八路軍 這場仗 他去拆鐵路 主要攻打的正大鐵路 以及攻打的完善具點 其實 所謂八團大戰 延續了半年 其實他分了三個階段 第一 八月二十二開始打 打到九月中 九月中 又打到十月 最後十月 打到1941年的一月 這三個階段 其實他都是 有不同的方針 九月就拆了鐵路 拆了主要鋼線 拆了鐵路 然後呢 九月之後 就向兩側進發 第三 打到一月之後 第三期呢 就去鞏固 所謂的殖民區 鞏固自己的兵力 到的殖民區 在這個階段上 其實他跟日本 是正面交鋒很多 有個網友 就說 百團大戰 共軍暴露了 這個兵力 令到 蔣宗正震驚 這個呢 其實是 這個大中國人 這個網友 說的 是很對的 當時 令到蔣宗正震驚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 共產黨已經發展到 這麼大的勢力 就是他想著 你還是兩三萬人而已 對嗎 出席軍響 出席軍響 出席軍響給你的 因為當時的戰果 去到蔣委員長的時候 蔣委員長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第一 我想著你共產黨 不會打日本 那你真的打 第二 你又打贏了 第三 哇你又不家屬 我想著你兩三萬人的 你十九幾萬的 是不是 四十萬 是四十萬的 四十萬的 有擊隊 他根本想不到 是 他想不到你共產黨 喂大哥 我的兵就越打越少 為什麼你的兵越打越多 所以很震驚覺得 共產黨不可小趣 這個黨 而八團大戰 其實入軍都很害怕 因為他從來 就不覺得八路軍有這麼多人 是 所以農村他沒有去到 是 想不到你這樣 有兵在裡面 是 沒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他發現到 原來八路軍 就是他的策略 也很有趣 因為很有趣 就是 吸引到很多人去參加 很多農民去參加 基本上他碰他打的時候 就發現 嚴格說 這些人都不會打仗 都要來打我 怎麼搞的 入軍是出現 有這樣的思維考慮 最後 八團大戰 結果出來 八路軍 統計是死了 一萬七千人 一萬七千人 對四十萬部隊來說 其實 毛澤東是 絕不難接受的傷亡 所以呢 這個傷亡也都導致彭 彭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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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懷呢 是給毛澤東 是一個 是怎麼批判的 因為他打算是一個戰功 誰知道 第一你暴露了 就是 中共的軍隊 給這個 國民政府知道 第二就是說 你把我的軍隊 這樣搞飛去 本錢輸了 你現在來 你跟我 你邀功 那麼家產 我不踏實 那有個網友 CAMUYU 就說得很對 因為這個八團大戰 就引起了 這個 蔣介石 國民政府 那個的重視 所以就種下了 日後 所謂 是新四軍事件 的一個 是導火線的 新四軍事件 也是一件 很值得 探討的 很值得說的一件 就是國共之間的事 這裏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不能夠和大家 展開 交代下去 不過我們 日後 我們用時間去講 這個是新四軍事件 在日本 八團大戰 最後 19401月之後 入軍就發現 原來八路軍 在他的輪行 其實嚴格說 在入軍的背後 在背後攻擊入軍 所以 於是發覺 他重新調整 他又再調整 他調整 他調整什麼戰略呢 第一 他去到一些佔領區 日本人覺得去到一些佔領區 以前 仍然有些農民 在種田 人家在賣菜 沒有東西 沒有所謂的 那你發覺 原來這班農民 這班中國農民 就是八路軍的吸養 保養 第二 亦都會成為兵來源 於是 入軍就開始 在河北 推行三綱政策 這個都淒慘 殺光、燒光、搶光 是呀 是嗎? 鄭兄說得 搶光 總之有物的 殺光、燒光、搶光 人就是殺光 就是焦土政策 全部燒光 所以這個八團大戰 也有一點點 對河北 當時區的人民 也很淒慘 所以 彭德懷 當時 去發動八團大戰 究竟是 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影響不好的事 這個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八團大戰 是中國共產黨 唯一場 唯一場 真正面交鋒的一場仗 就算是平行關戰役 都是 三十歲 幾千萬 這場都在說四十萬 其實這場戰 為什麼叫做八團大戰呢? 其實呢 中國抗戰這麼多場戰爭 都是以地點作為一個戰役的名稱 比如 松戶 這個 台義莊 都是以地點 八團不是一個地方 正式來說 應該叫做 正太戰役 正太這個地方 但是八團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當時的八路軍 是有一百零六個 五個 一百零五個團 因為你的團隊 他們在匯報那裡 左拳就說 左拳就說 我們一百零五個團 就打這場仗 彭德懷就說 一百零五個團 就是百團 就以百團 所以整個 中國八年抗戰 唯一一個不以地方名稱 作為一個戰役的名稱 就是這一場戰役 就是這樣畸形 共產黨特別多 跟人家不同的事情 好嗎? 亦都給大家一個編制 我們講的 就死了一百零七人 一百零七人 一百零七人 接近五個團 五個團的兵力 所以剛剛減了一百零七人 那現在呢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歡迎大家 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 2892-7841 2892-7841 我可以打電話來 談談你對於抗戰時候 抗戰的一些看法 就是兩個團 一百零五個團 竟然是兩個C 就是超出了 國民政府參合部的編制 所以你去到蔣介石 他還有什麼好說呢? 大哥 完全跟我想的距離 相差這麼遠的數字 大哥 你一百零五個團 你竟然是 你說的只有兩個C 兩個C是多少人 一個C是三個團 一個C是三個團 一百零五個團 那裡有很多C 那裡起碼有十九二十個C 對不起 一個C應該是九個團 一個C是九個團 那現在起碼有 超出了一半 不止一半 很多的 其實一個C其實是萬多人 對 所以蔣介石看到報告 喂 你這樣的 你兩個C 竟然是一百零五個團 那 很厲害 還有什麼我不知道 所以他就 唯有 他都沒有發出 雖然心裡 可能都剛剛覺得 你們 中共都是 都是好東西的 但是又不能說出口 但是又另外覺得 是不是 大哥 發展得這麼快 對 發展得這麼快 你知道嗎 你只有兩三萬人而已 那你現在有四十萬人 那三年 那三年 三年 一年發展十萬人 都不止 所以 所以對蔣介石來講 當時都很好的 很大的震驚 一把團大戰 就暴露了 對白陸軍的實力 是 第二 亦都是令到 那個 國軍 就開始提防他 好 所以呢 然後 就嚴薩山 也都 軍事委員會有一個指令 美業石山 那些部隊 就去提防白陸軍 那 這個就是後期的事 那 剛才也有人提到這個 美國的空 就是飛虎隊 陳立登將軍 就是成立了一個飛虎隊 就叫做 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 那他們 就是每一個 這個 那些飛虎隊 都有一件衣服的 那後面有一支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 就有一個 洋人來華助戰 那 就是 因為飛機被擊落 去到農村 那那件衣服 就證明 你真是自己有利的 大哥 沒有錯 也都在這裡說 說到 1940年 其實 武漢匯戰 打完之後 武漢因為有一個很漂亮的機場 於是 開始日本 佔領武漢之後 就修建機場 抗打機場 就作為 空襲重慶的 中轉站 一個基地 那之後 就 日本飛機 就不斷軍閘重慶 不斷軍閘 而這個軍閘 它是 第一的政治作用 第一的軍事作用 就是一個震懾力 第二 就令到你們 就是 中國人害怕 而這個時候 所謂 美國當時 並沒有支持中國 沒有支持中國 打個盤仔 沒有正式的 沒有正式支持 所以當時 美的那些 友好人士 熱身人士 走來 中國 就作戰 有些飛虎隊 陳律德將軍 他太太 也是中國人 陳香梅 律師 到後期 抗戰勝利之後 兩岸分治 陳香梅女士 兩岸都非常吃香 有空 走去台灣 又舔一下 然後又回到大陸 舔一下 因為她老公 畢竟是對中華民國的 空軍 對抗戰 她都建立了 不少的功勞 這個女子 真的舔盡老公 生前的 好東西 你先說 陳律德將軍 當時 用一個退役身份 對空軍退役 空軍退役 現役當然不能幫你 現役不能幫你 退役 而退役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 沿海被入軍封鎖 中國的物資 其實是靠空運 由印度 由印度 買東西都要付錢 印度買東西 飛過整個喜伯拉 阿拉山 來送去重慶 靠這些 義務機師 就是陳律德將軍的機師 他們不是拿飛機去打仗 主要空運 當然也要培訓中國的空軍 當時來到 也要培訓 最後 也和入軍 在空戰 空戰的 空戰的 不用穿那件衣服 大哥 不是 那件衣服 現在有件衣服 其實有些 都當是 我有些都見到人穿的 有些都是 都是好像 T恤 黃潔 我記得初初來香港 發展的高潮小 都在洪館開演唱會時 都穿了一件衣服 都有一件 青天白滿地雄國旗 楊滬人 來話助戰 都蠻有型的 有些是一塊布 有些是貼上 整件T恤 有些是一塊布 然後就釘到一件 牛仔褲 或者一些 衣服 今天到這裡 差不多了 有個網友 就問我 就是 河南 當時的河南 鄭州 開封 什麼時候淪陷呢 當時日本接通了 河北直達 武漢鐵路 沒有 當時河南 淪陷的時間 其實是分斷的 因為當時來說 武漢保衛戰之後 即是19300年10月26日之後 其實日本人 由1939年開始 就要宿稱湖北省附近的一些 國軍的一些部隊 所以那段時間 基本上 戰場都是在湖北的地方 差不多到1939年尾的時候 才開始 對於河南的地方 進行這個 打擊國民政府的 部隊的一些活動 相信那時候 開封和鄭州就淪陷了 而日本接通了河北 和當時河北和湖南的鐵路 武漢這條鐵路 應該是接通了 因為其實它沿著那條鐵路 是叫平漢鐵路 一路是打下來的 而日本人也要靠鐵路 去運輸它的部隊 這裏就可以給網友參考 這位CAMU 非常熟悉歷史 這位先生 不知道先生還是女士 都提供很多資料給我們的 是的 沒錯 好了 今天到這裏 都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我們再會 多謝 拜拜 拜拜